3 2 1 親愛的全人類 這裡是即興主義廣播 你們已經被包圍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勞 這是你最好的機會 即刻放下劇本 起義來歸 即興主義 大家好我是賴天哲 我是趙海鈺 我是吳孝賢 我們是一群來自 勇氣即興劇場的即興主義者 透過這個節目 我們要向全世界 進行持續性的即興主義 新戰和化 畫 好的即興演員之間似乎有心有靈犀 你 避開他們了嗎 永遠不要想出一個點子 而是去假設你已經丟出一個點子了 我超喜歡這句話 我超喜歡這句話 是的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話題 在這個 大家回到即興主義 突然未來卡住不知道怎麼解下去這句話 歡迎大家回到新一集的即興主義 我們在這個一開始想要先來玩一個暖身遊戲 來提振一下我們彼此的精神 是的我們要來玩的是麻煩與東西 什麼是麻煩與東西呢 讓我快速的來為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等一下我們三個呢 會輪流一個人先丟出一個麻煩 這個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各種麻煩都可以 第二個人丟出一樣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跟這個麻煩完全都不相關 然後第三個人要負責用這個東西 來解決那個麻煩 並且呢要用嘗試用第一人稱 並且把他給一邊講一邊給他演出來 就是這樣 好的各位你們準備好了嗎 好了 好應該吧 我們確定我準備好 因為這是一個暖身 這個暖身就是要為了讓我們準備好 好 好那我們就從趙寰玉先開始丟出第一個麻煩 GO 好的 那個左腿 進骨處的肌肉 不明原因的痛 那個痛風的結晶 我拿出痛風的結晶把它把它磨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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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圓圓的一個小棒子 就是一個結晶按摩棒 拿來 拿來按摩我自己左腿進骨不明原因的山洞 哈哈哈哈 真的 啊 耶 好換我丟出一個麻煩 好 這個 第一次要跟天菜約會 但是發現在約會的時候左眼皮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那個 那個 桂竹筍 桂竹筍 結結長長的把它從中間剪開來之後 然後打開敷在左眼的眼皮上 也可以敷整臉讓你整個氣質的都變好 讓天菜看到你閃亮亮的雙眼 那以及這個冰鎮之後左眼皮就會比較舒服 就不會跳了 哈哈哈 耶 對我想說應該要先冰過 要先冰過 要先冰過 不然可能會發酵這樣子 哈哈哈 輪到我 這個 呃那個那個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 哈哈哈 哈哈哈 地上撿起來的一隻小螞蟻 哇哦 呃 把地上 我把這隻地上 演出來演出來 哈哈哈 我把這隻地上撿起來的小螞蟻 丟到這個生化實驗室裡面 讓它變成一隻超級強壯的跟蟻人差不多的超能力螞蟻然後把它放到普丁的耳朵裡面去 哈哈哈 讓他控制普丁 然後讓普丁控制整個俄羅斯軍隊全部都停止動作 往回撤 哈哈哈 耶 哈哈哈 你是在培養一個小螞蟻 機械戰士的一個概念 就是 對對對對對 鋼鐵椅 把 把 補丁當作一個機器人這樣操控 對對對對對 好的 但是我好奇說 你剛剛說把它放大這要放多大 放到耳朵裡 哦放到耳朵裡 對對對 放到耳朵裡 哦放到我剛剛說放大 對對對不是放大 好的非常好 很有畫面 好那我們應該算是有點小小暖身了一下嘛對不對 就是有嗎有暖到嗎 有 不知道為什麼做完之後我一直打哈欠 完蛋了 我說我等一下不要睡著 我現在整個眼睛都是眼淚 哈哈哈 但是我也必須承認在確診完之後我就是常常都很想睡覺 哈哈哈 真的真的 可是喔我覺得很可怕的是很想睡覺 可是真的睡覺的時候就有點睡不著 就是不好就是一個 那很不好受耶 就是失眠這樣子 沒有就是要很認真 才會睡著這樣 所以就是我覺得很奇怪的點就是 你明明很累啊 你想說躺上去一定會馬上睡著 可是我就是會 要很認真 調整呼吸啊 很認真讓自己 就是告訴自己要放鬆 然後我才會睡著 可是就是沒有辦法馬上睡著 不知道為什麼 Anyway 我們這個接下來要就是聊的樣式 是Kiss Jumpstone的Info 這本書 然後呢 由台灣的原點出版社出版 這一本呢是繁體中文版本的 裡面有這個大師的最經典的一些就是即興劇的剖析 跟就是教你怎麼身為一個 如果你想要教別人即興劇的話 我覺得裡面有很多很很棒的觀念這樣 所以請大家趕快去買來看 不貴喔 那我們現在聊到 不貴喔 對不貴是嗎 我不知道 我已經忘記他多少錢 好像三百多塊是不是 對啊三百多而已啊 沒有啦 定價是499啦 我現在看到 可是他很厚好嗎 對啊 所以不貴啊 而且是經典 經典作品是很值得的 OK 我們最近在聊的是這個 他這本書裡面第三章 即興的能力 Spontanity 然後呢 我們已經在他裡面的其中一篇 接受與拒絕就聊了好幾集 今天呢 我們會完結 完結這個接受與拒絕的這一篇這樣 是的 好 那這個我們上一集也是在聊 接受與拒絕吧 然後上一集 上一集聊的應該是說 比較是他又很細節的舉了很多例子 就是他怎麼跟學生工作的時候 幫他們把注意力放在對的地方 那如果說他們把注意力放在不對的地方 想要刻意去拒絕的話 就是可能會發生哪些事情 他也都舉一些 滿有趣的例子這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很想要聽的話呢 麻煩好不好 點我們的上一集也給他聽起來 OK 好的 那這一集呢 他的一開始 其實他就是 有先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就是他認為的事實 他認為說 一個即興劇的場景 他照理說是會自行生長 自行自行 就是他會自己run 就是自動自發的發展這樣子 他前提是 如果兩個即興演員 他們是輪流的丟出點子 並且彼此接受 在這個前提之下 一個即興劇的場景 他就是會這樣 像一個自動車一樣 自己不用有人開 他就會自己run這樣子 對 我覺得也可以用另外一個想像 就很像那種 蝶仙之類的 兩個人放在上面 對 他就會自己 是不是 他真的很愛用那個即興之神 就是即興之神會告訴你 宇宙會告訴你 整個即興圈就是一群人類在玩蝶仙 對阿沒錯阿 尤其是三次故事接龍的時候 對對對 所以他才有一個說法 如果你試圖想要去控制那個 那個股市或是那個碟的話 這件事情就會失敗 對對對 好所以 他 對他就是想要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大家是輪流丟點子 沒有另外一個人 一定要控制另外一個人 或說拒絕另外一個人的話 一個場景其實他是會自動發展的 所以他這邊呢有馬上提出了一個 一個對話的例子 他是要 據我的感覺 他應該是要告訴我們說他們就是輪流丟點子 並且彼此接受的這個例子 所以我們現在請就是千德跟懷鈺呢 各扮演這兩個彼此接受並且輪流丟點子的演員 然後給我們就是念一下他書上的這個對話的例子 好準備好了請開始 我先丟出點子 我們以前是不是見過 對是在遊艇俱樂部啊 那個時候我不是會員 這個演員他接受了遊艇俱樂部這個點子 那如果是一個糟糕的即興演員他可能會說什麼遊艇俱樂部 好繼續下去 不好意思我可能認錯了 學校 沒錯 我以前名列前茅 你是學校的中錯生之一 波莫羅伊 史諾德格拉斯 哇這麼多年了 這麼多年你什麼意思 這場景彷彿就像在昨天 每天午餐 你都毆打我 喔好吧 那個都過去了啦 那個我們那個時候還小嘛 而且那個時候被我們抓著腳踝掉在窗外那個人 是你嗎 你們根本就沒有抓住我 這我看你還戴著支架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 他用這個例子我覺得真的是蠻白痴 他真的很喜歡看你受傷耶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這例子很高級耶 這又是一個笑話牌了 就是我覺得寫笑話很難 真的 這例子真的很高級 陰式笑話 就是對 我有點覺得他就是前面的話還算是蠻基本的彼此接受 但是我覺得後面後面這幾句有點像是 這兩個人就是一起開始回憶過去 對 然後回憶一個共同的過去 然後他們的角色關係就很 覺得慢慢就浮現出來 對對對 對啊我覺得就是對 像你們講的 他的這個有趣我覺得確實是還蠻 蠻高級的一種有趣 真的 喜歡一直弄各種災難 對 還有玩語言的遊戲 例如說 我剛講的那個 你們根本沒抓住我 這不像是我在丟接的時候會說出來的台詞 但對我來說還蠻睿智的 就是用一句話就接受了對方 對 推進更多有趣的細節 是而且他語言很機智 就是說 我們抓著你的 抓住腳踝那個人是你嗎 結果 你同時回答了 是我也不是我 因為沒有沒有抓 沒錯 沒錯 一句話就 就傳遞了很多資訊這樣子 因為你現在還戴著支架 好有畫面 英國人幹話很多欸 而且我覺得他那個名字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們翻譯 我就覺得名字 好難唸 波莫羅伊跟斯諾德 什麼東西 Anyway 總之他這邊要講的是說 真正好的即興演員 他們這樣在合作起來的時候 會看起來像是 哇這兩個人好像心有靈犀 然後一般我們定義心有靈犀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代表說 我們都知道彼此要做什麼 對不對 好像是這種意思 對不對 心有靈犀這樣 然後這整個故事都好像是 就是有排過了一樣 然後呢 Kiss說可以呈現出這樣子的一個 感覺通常就是因為這些演員呢 他們是在這個過程中 是接受了所有的點子 而且呢 他特別強調說呢 所謂就是接受了所有的點子的 這個狀態是一般可能真實生活中 正常人是不會做的 正常人都不會做的事情 對阿 事實上是這樣 我們怎麼可能 在生活中接受所有的點子 對阿 我們很可能會死或受傷 對阿 所以他特別強調 這是正常人不會做的這樣 然後 但是後面的這一句 就是你們幫我感覺一下的意思 他說 除此之外 就是 他們可能會接受一些 並非有意為之的點子 這什麼意思 我看了好多 咬文嚼字 這可能是那個翻譯的問題 可能會接受一些 什麼叫做並非有意為之 什麼意思 並不是有意為之的點子 他們可能會接受一些 對 並不是故意這麼做的點子 可能就是亂噴的意思 喔 就是即便 喔 即便你的夥伴是亂噴的 對 都會被接受 就是如果對於 對阿 就像我那個時候就是 舉這樣 然後我說這隻龍蝦 然後思維就上來說 嗯這隻龍蝦很大 然後那個時候我根本是在亂噴阿 喔 喔 所以好 就這樣子的話有 對阿 就是他 他這邊原文卻說 Also they may accept offers which were really intended 對阿 其實他的原文是還蠻簡單的 我覺得是那個 翻譯把它翻譯複雜了這樣 就是不是刻意 對他們會接受 其他人所丟出的一些 不是刻意的點子 這樣子 就這麼簡單 嗯 是 所以 就是 反正他要講說好的激情演員 就是會在過程中 接受所有的點子 不管那個點子是你的夥伴 故意丟出來的 還是不小心丟出來的 我都接受這樣 這是一個 感覺就是一個理想的狀態 然後Kiss他也會告訴他的演員說 永遠不要想出一個點子 而是假設你已經給出了點子 這一句我覺得真的是應該把它寫成 寫成一個對聯貼在我們劇團門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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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對啊 因為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這又是另外一種理解就是 怎麼演極性劇的一個說法 我覺得 不要想出一個點子 就是假設你已經給出了點子 對 就是你們可以想像 如果你真的站在集氣舞台上 然後你是用他說的這個 想像我已經給出了一個點子 那你們會怎麼演 會怎麼演一齣戲啊 就是像我抓龍蝦那樣 我那時候沒有任何點子啊 然後只是我的態度 就好像我就是要這麼說 我就是要這麼演 對然後思維就以為我真的想這麼演 那其實是他是在 我是在order他來救我 但他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的感覺是 OK如果我想像我已經 我假設我自己已經給出了點子 然後我在台上的話 我好像就是會做出很多的反應 對 因為我好像會去反應我自己前面 已經丟的點子 但其實我根本還沒丟 我是就是做出各種反應 我自己的一個詮釋是這樣 懷育勒你覺得勒 我想像應該會很輕鬆吧 就是如果不需要想出一個點子 就是覺得我就都是點子了 就可以很輕鬆 然後好像可以從 丟跟接著人來看 就是接著人好像 好像可以是成為一個 可以被各種東西inspire 去啟發的夥伴這樣子 對就是場上所有的一切 夥伴的動作 像千德剛剛說的 都是點子 對抓龍蝦 就是都是點子這樣子 天哪 就有一種我早就知道你們會這樣演 好棒的境界喔 對啊 可是我也在想聽起來好像也沒有那麼難 我說但是為什麼就是在場上這麼容易卡住 或沒有辦法去進行這件事情呢 到底我們到底人是怎麼了 我覺得這是劇場的魅力耶 就是劇場是一個招搖鏡 就你到了舞台上你自己個人的脆弱 哪邊沒有自信 覺得自己哪裡不好 在那邊會一覽無遺 覺得自己不夠帥啊 覺得自己反應慢啊 覺得自己反應慢啊 在那舞台上就會成為 伴助你的一個 一個批判的一個觀點這樣 我是覺得那是就是我們 習慣面對事情的一個慣性 就是真實生活中 習慣面對事情的慣性 在那個時候就是一樣會拿出來 就是習慣用理性 或是習慣是想了一個什麼 然後把它拋出來 我不會先 就是真的就是現在還沒有的時候 就裝作一副很有這樣子 就是 對啊 我的想法是 就是說 也是這個社會可能 或說這個普遍性的教育 大概都是教我們要怎麼面對事情 就是可能大家都有一些共同性這樣 就是要理性思考之後 再去行動之類的這樣子 對啊 總之他這邊 他後接下來這一段的 最後舉的這個例子 說實在我也是有點看不太懂 要請你們幫忙看一下 他說有一個 我有看懂 真的嗎 有一個意志節目的主持人 就是在一個參賽者 就是卡住的時候呢 幫他測量了一下脈搏 不是這個人死了 就是我的手錶停了 這什麼意思啊 不是這個人死了 就是我的手錶停 他的意思是說 馬克思這個人 在觀眾看來會 會以為他很稀致 他早就想好 可以去解這個狀況 而馬克思這個地方在座的 只是他看到了現場狀況 然後把它當成說我早就想好了 我就接受他 然後所以他丟出了這句話 而且他是很認真在講 他並不是準備了一個梗來解這個句 可是他是很認真在說 嗯 喔好他沒有死 那應該是我手錶停了這樣子 所以手錶停了的意思是什麼 我量不到 英國人會這樣啊 英國人他們會一邊量人家脈搏 然後一邊看手錶 看他們幾秒鐘跳幾下什麼之類的這樣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這個人的脈搏 我感覺不到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沒有辦法算 因為那個人就freeze 對那個人freeze在那邊 然後他第一個就是說 他如果脈搏我在動 那就是我的時間停了 就是我的世界就是定格了 喔OK 反正他不是去解決那個問題 他就是common的他這樣 對他只是接受然後把它當成是這一切 我早就知道了這樣子 嗯 假設那個freeze就是 那個僵住就是一個點字這樣子 那他怎麼去反應這個點字 我覺得懷孕這樣講會更貼切 喔 而他不是一個問題這樣子 喔他不是去解決 欸醒過來醒過來什麼之類的 對對對對對 他是反應他 對反應他 同時被他inspire 被他啟發靈感這樣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 反 有點像幽默或氣質的狀態這樣 對還講出一個好笑的一句話 對對對 對對對 欸這我想到 我想到那個我去 我去花蓮玩嘛 然後呢 因為我是跟家人去 所以我們去參加有點旅行團的狀態 然後因為花蓮很熱嘛 所以我是戴兩層頭套 就是我下面是整個圍住 然後我上面也是整個圍住 就是像 捕蜂人 就是像 澎湖的那個 捕蜂人 去搶銀 柯女 你是柯女 柯女 然後呢 那個導遊就來幫我們拍照 啊他當然也希望拍 好看一點的照片啊 然後他就叫我說 把那個頭套拿下來啊 這樣比較可以看得到啊 然後我就說 欸我妹還戴著眼鏡欸 就是我妹是整個更知道 你還沒管她 然後他照完之後呢 他當然也是得幫我們照 照完之後就說 哈哈 我想大家可能會以為 你們來到印度吧 哈哈哈哈 然後我突然 我第一時間覺得他管我 我覺得很煩 因為我不喜歡被管 因為 然後他這樣講之後 我想 嗯 還有即興的艱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他從我們蒙住這件事情 然後 發他靈感 開個玩笑 對對對 然後臉想引路 我覺得 哈哈哈哈 滿好笑的 所以 所以你就是 包著這樣在拍照就對了 是不是 對啊 哈哈哈哈 好好玩笑 好的 非常好 總之這就是 剛剛這個就是 Kiss他講的這個 理想的 感覺就是 好的即興演員 在即興的一個理想狀態吧 嗯 嗯 然後他接下來就延伸出去 他剛剛講的是 聽那個馬克思的例子嘛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馬克思他可能在舞台上 他做了什麼 那我們可以怎麼做 對 然後他就說如果呢 你在舞台上發現 你自己 比夥伴還要矮 那 你可以這樣說 清補金斯 我不是禁止你比我高嗎 哈哈 真的是英式誘惑 我覺得他真的 你自己自己比我高 他玩他玩了 他玩了Stator 他玩了那個 地位高低 他也在優自己一末 玩了 玩了身高高低 那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可能會引發這樣的場景 就是仆人趴在地上啊 或者主人開始縮小啊 就是兩個在比低 看誰更低這樣子 哦 又或者是呢 演仆人那個角色 他會去解釋 他會用表演 不是用嘴巴講 因為他在演 他演一個 被他哥哥冒充的仆人 就是我本來是仆人 但是我今天沒上班 所以我哥 我哥哥比較高這樣子 對 我哥哥比較高這樣子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又或者是其他任何場景 那總之都是被 被剛剛那句話 我不是禁止你比我高嗎 這句話給 給 啟發了這樣子 嗯 好 那就是他接下來就說 如果你的夥伴流汗啦 你就可以自己刪風 這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 我們在這個空間很熱 哦 對對對 然後 如果他打了喝歉 那你要 你要怎麼 你不能只問他 啊怎麼了你很累嗎 哈哈哈哈 我們平常人會有的反應 但是我們在建構一個戲劇 我們要的是角色的回應 而不是你自己的反應 所以你可以說 啊時間很晚了對吧 哇我們等兒子回家等那麼久 什麼之類的 去回應他 打喝歉這件事情 那這邊很有趣就是 他舉了三個例子 就是你比夥伴還要矮 那或者是你流汗了 那或者是你不小心打喝歉 都在舞台上 這些都是在舞台上 我們演員實際的發生 生理狀況的發生 對啊 對那這個是無法改變的 那他都可以說 啊那你就把這個當做點子 真的 用在故事裡面 那會創造出所謂的有趣的場景 這樣 就連這種點子都可以用 對那我相信這個在我們劇場發生過很多次 對啊 是啊 對啊 我還以為你們不會去講什麼 我半比自己矮這種 這個沒有啦 我記得 我記得 那個時候我不在 然後是思維那個時候好像演Hero吧 然後劇場停電對不對 在舊舞台的時候 演第二次 還是還把踢到 聽到開關 我踢到開關 對 然後整個就 燈就全部按下來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好像 因為我不知道我是聽他們說 就是思維好像把它當成是一個 故事裡發生的事情 不是不是 那是 你覺得應該是鬧鐘 鬧鐘響起來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後台 就是以前我們的後台 不是在舞台的後面嗎 對 就後台有個鬧鐘響起來 然後思維就是 對著不知道他那時候對手演員是誰 黃偉翔 對 就那時候說 我現在就把那個鬧鐘關掉 你最好就怎樣怎樣 然後他就 他就到後面去 他關掉然後再回來 對 那我想回應說 剛剛講那些發生 就是觀眾在觀眾眼裡 他會覺得 哇靠你們 這個應該是排過的吧 怎麼可能 這個時候剛好Cue到鬧鐘響 你們提醒我不相信 你們默契那麼好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 就像那個 他說那個馬克思也是 馬克思去量 然後好像他早就說好這個梗了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只是我們提醒演員 我們是一群 受訓練會去接受場上所有發生 並且就像剛剛那句話 假設你自己已經把這些點都想好了 而不是去想未來還沒發生的點子 像鬧鐘響啦 然後那個參賽者愣住啊 然後你夥伴流汗啊 然後那個什麼 你的夥伴不小心打喝歉啊 你都把它當成是你想出來的點子 是你自己寫好的劇本 對 然後再把它執行出來 觀眾就覺得 哇靠你太神了 你們既然可以這樣 我覺得你剛剛講的那個詮釋 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說 把那些都當做 我自己寫好的劇本 對 因為之前我們會有一個說法說 點子都已經在台上了 然後就是什麼都是點子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好像只是一個第一步 就如果再進一步你剛剛說的 好把這些你看到聽到的聞到的 都當做你自己寫好的劇本 然後去給他演下去 我覺得那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說 那個好像那個行動力是會更強 就更知道我該怎麼做這樣 就超級有存在感這樣 這真的蠻三八的 這很三八的啊 就是演到一半 然後燈不小心就是踢到斷掉 然後台上的演員就這樣 登登 Magic S上做生意快 我好像做過這樣的事情 對啊我忘記好 我忘記是在這邊還是在另外一個地方 反正就是有一次我們發生一件事 然後就燈啊然後就開始做另一生 然後就有人跟我唱 然後就有人以為有人生日了 那我必須說我想像如果我生活中 就是有我身邊有一個人是這樣的話 其實應該是蠻逗的 就是應該會蠻喜歡跟他相處的吧 就是我只是覺得說 對如果有些人覺得可能自己在生活中蠻乾的 真的可以來練習一下在即興劇裡面 就把自己練成這種狀態 我覺得會變得很可愛耶 有有有 對啊應該大家會很喜歡你的話題 我表弟 我表弟 就是什麼都可以講都可以冷笑 我也都可以開玩笑啊 對就是 這種人真的我覺得很可愛 大家會很喜歡在他身邊 會會會 然後你就不會被看出來有牙絲了 這樣子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你是說你 對啊 你如果在這個狀態的話 人家不會覺得你有牙絲 嗯就是很北蘭這樣子 那你是有經過學習才可以變成這樣狀態 有有有就是 對啊北蘭要怎麼學 哈哈哈哈 真的欸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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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了 像達康他們有一段 我去上他們工作房 他們有一整個早上是在 教聊天耶 因為他們實作來聊天 聊北蘭跟 對對對聊天這樣 那我想問說他們有理論化嗎 還是他們只是一段給你們看 沒有 他們就是跟每一個人聊 那這樣你學得到什麼帶著走的東西嗎 你只是 你只是得了一個結論就說 哇你好厲害這樣子 哈哈哈哈 是是是 是沒錯 這一點我覺得其實 即興劇的訓練會 會更更系統化 嗯 那你怎麼北蘭的 我其實是選擇了幾個即興劇的概念 然後融合在一起 就變得我平常 你的北蘭 我啟動之後就變成北蘭這樣 哈哈哈哈 你可以舉一個例子嗎 你你如何北蘭呢 就是第一個是 就第一個是聯想啊 嗯 就像剛剛那個燈按掉啊 嗯 就是今天如果停電還是怎樣 還是突然間我燈熄火了 然後我就 我的北蘭就是 全部一片暗 然後這個場景讓我聯想到 好像生日surprise那樣 嗯 然後我又拿另外的概念 叫做先行動 嗯 所以我 所以我不會 所以我不會去找為什麼斷電 嗯 因為這個 我去找為什麼斷電是想搞懂現在的狀況 這個叫做讓自己變聰明 嗯 那我就不選擇這條路 我就選擇啊 那我就先享受這樣 然後先唱歌 而且你也不是叫別人 你也不是叫別人說 來唱個生日快樂歌 你就你唱這樣 對我自己先唱 然後別人跟著我一起唱 然後最後大家發現 欸沒有人生日啊 沒有啊我就是 我覺得很像 就是北蘭 哈哈哈哈 然後幹你有點北蘭耶 哈哈 啊哈 啊哈 還蠻有道理的啊 就是把這 把幾個概念就是放在一起 就說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北蘭人 好的 可以了 北蘭工作坊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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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理論基礎 有本劇團最北蘭的那天 哈哈 可以可以 這很好用啊 這很好用啊 而且他天生不是北蘭人 他是後天學習的 所以你一定覺得會 哈哈哈哈 你可以 身作者 那叫毛 你就是活堪版這樣 就 哈囉我是雅思喔 你要比我北蘭不好 哈哈哈 你要比我嚴肅無可憐的膽子 哈哈 好棒好棒 來筆記筆記筆記 好的 我們為什麼會扯到這裡 只會我們紅線 我不曉得 用上意外吧 是不是 啊 對對對 忘記了 就是剛剛 哈哈 就是在講說 怎麼 對啊 怎麼在台上 剛剛本來在講在台上 怎麼在台上去 做出那種 好像這是 一切是 安排好的 你意料之中的事情 對對對 的態度這樣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他下面就接著講 我就很回應啊 完全沒在講 但是在主題上 他就說 一旦你學會了接受別人的點 不是你的自己點子喔 因為你的點子一定是你腦袋想出來的東西 那他前面就說了不要去想 不要去想一個點子 而是假設你已經給出點子了 所以呢 你要如何假設已經給出點子 就是把所有人的點子當成你自己的點子 哈哈 除了你的之外 哈哈 他說 對 一旦你學會了接受別人的點子 意外 就不會再打斷你的行動了 天啊 為什麼呢 對為什麼呢 以下是我說的 為什麼呢 因為意外代表不是你想的 不是從你腦袋想出來的點子 嗯 就是 閉掉之外 對 閉掉你的腦袋想出來的點子 然後你全部接受 對 那也就是說意外 在你的腦袋之外 全部都是意外 這些意外都不會打斷你 因為你就已經認定了這些 全部都是我的 嗯 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我的錢不是我的錢 哈哈 這好像不太一樣 沒有那個 還好我還好我戶頭只有兩百塊 所以無所謂 哈哈 那別人的錢 哇好多錢啊 哈哈 哈哈 天啊 這是全宇宙都在你的 對 這個意料之中 都在我掌控中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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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他下面就是 哦 接下來我們就看到 Kiss他的北欄 呵呵呵 這一段超北欄 他說 如果台上啊 有人坐著坐著坐著 然後啪一直塌了 嗯 然後他說呢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呢 哈哈 他是個導演 呵呵呵呵呵 他很愛講 這位導演呢 真的 對 這位導演呢 就會斥責這個演員說 你應該繼續演下去 你給我繼續演下去 然後 沒有像 他所在的這個 房子的主人道歉 哈哈哈哈 就是 他在 假如說我演一個角色 我在一個 房子裡面 然後這一幕戲是我去做客 嗯 我在客廳裡 然後啪啦 椅子塌了 然後對我來說 糟糕糕糕糕糕 這個道具出誰了 哦 然後這個時候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會跳出來說 你要給我演下去 你要跟那個 房子主人道歉 說對不起 我把你椅子做壞了 啊 那當這個演員 這樣反應的時候呢 觀眾就會覺得 哇賽 這個他好會救場哦 他好在戲裡面哦 嗯 他說 他說 他說願意接受任何事情 發生的演員 看起來會這樣超自然的 就是很會演 很厲害 嗯 彷彿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很入戲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他還是在講說 史坦尼的 呃 那種風格 不是他 想要的 嗯 我這邊 我這邊看起來 覺得是耶 就是不管他前面怎麼講 但他這邊 是 Kiss的 想要的就是 被意外影響 然後繼續演下去這樣子 那觀眾是會對這一切驚豔的 嗯 對對對 所以 他們兩個什麼恩怨還是愛恨情仇 我已經忘記了 哈哈 沒有啊 因為他之前都是比較 沒有好像比較沒有那麼認同 史坦尼、拉夫斯姐姐 他不認同的是學史坦尼的人吧 就是張凱瑩 對啦 沒錯沒錯 對對對 哦 所以在這邊他可能是 是 講他原主史坦尼不是這樣子的 你們亂來 這樣 哦 這種態度會今天 總之就是 應該簡單來講 如果先跳過史坦尼的時候 就是要能夠 你要能夠繼續下去嘛 你不能因為 椅子塌了你就 你就卡住了 你就跳出 你就把意外當意外 對對對 但是你還是要用上那個意外 對 這樣子 就是你 你就是在這個時間內 你領這個錢 你就是要做演員該做的事 不是 你就是要該進入這個戲裡面 對啊 就不能無視於那個發生 這樣子 對 裝錯 然後繼續半蹲 這樣子 這個好看 這個我想看 對我想看 這很蠢 就是如果他本來在演一個很認真的戲 寫實劇這樣子 如果是周星馳 因為周星馳有出現過 然後這個我超愛的 那個賭勝 就是周星馳要坐下去啊 然後劉德華把他椅子踢開 然後周星馳就繼續撐著這樣 有有有有 對對對 好的 周星馳很懂史坦你 是啊 是啊 他不是很強調他是有接受那個 那一派訓練 有 而且他不只懂啊 他還去玩他 他把這個變一個笑料 嗯 沒錯 對 然後他就 我接著說 他就說 他就接續下來 就是我們會覺得 這樣子也很 很入戲很敬業 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 然後Kids就解釋說 這其實就是即興中最奧妙 最美妙的地方 那他們 然後他們看起來像是無拘無束 然後他們想像力的運作 好像無邊無際一樣 可是其實很簡單 他就對身邊的所有別人的點都Say Yes 都接受 天啊 就這麼簡單而已 說來簡單 並 對 呵呵 做來不容易啊 是的 對 如果一件事情執行起來很簡單 但做起來就不容易的話 那問 那 他的 他的問題就不在於那件事情是困難的 而在於我們被很多東西擋住 對啊 真的是 如果 如果呼吸很簡單的話 那為什麼在病床上的人需要帶呼吸器 那代表他被什麼都被困住了 那 是的 是的 沒錯 有很多事情都是這樣 但是總之他就是已經看透了 這個 其實 重點在於有沒有無條件的接受所有的一切 這樣子 嗯 真的是 是 好啊 那他接下來就是剛剛講的都是在舞台嘛 然後接下來就在講說 其實這些運用在生活裡面也是很可行很可以的這樣子 好 對那他怎麼說呢 他說透過如果你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分析成拒絕和接受 嗯 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學生在看戲的時候他們就會深度了解是什麼力量在塑造場景 OK 然後也會明白呢為什麼某些人呢在生活裡是很難 或在舞台上啊是很難共識的這樣 哈哈哈哈 這好殘酷啊 開刀丁 開刀丁 對對對 我覺得我覺得直接拒絕的人對我來說反而比較好相處 然後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我就在想 那生活裡什麼人那我覺得難共識 我覺得 那種 啊你先說你先說 我猜我們有可能一樣 就是又很像接受又很像拒絕又很像在想壓逼 但其實又在拉高 就是 太 雙聰明的人 嗯 太 沒那麼直接的人 我覺得 或者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在接受還是拒絕 他看起來好像是接受 但是其實是拒絕的人 我就覺得 對 這好難相處 這樣子 這聽起來也太複雜太扭曲了嗎 看起來像接受但其實在拒絕 哇塞 哈哈哈哈 對啊對啊 我這邊都想到兩個啦 嗯 一個是像剛剛懷孕講 這個是在生活上 嗯 在 親情跟友情 或者愛情當中 然後另外一種是職業上的 嗯 對我覺得在職業上面的就是 那種魔令養可這種會很難共識 嗯 那在比較感情面上面跟事業無關的 我覺得有一種就是 只say yes 然後完全不end 的人 嗯 嗯 有啊 對 或者是他就是 他只做 他只做反應他不回應的 只做反應 對 然後或者你已經很丟球 你很積極跟他說 欸那個誰誰就是阿姑啊還是怎樣的 欸我最近去去打那個高爾夫球 我覺得很好玩欸 你不是有在打嗎 他說嗯有啊 真的 他可能也就是真的不想跟你聊天 很难聊 这样你可能就说 阿姑我想跟你聊天 你可以再多说几句吗 可以啊 吃饱味 天哪 所以反推回来 我觉得好共识好相处的人 他都是会对别人say yes 并且不会排斥把自己给别人看 哦是啊 就算要say no 他就是会真的say no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 不是要always说yes啊 人家我不知道我就是身为一个跟别人相处的人 我也不想要有些人是一直对我盲目的说yes 我想确定你这个你是真的有想过 你想要你才说yes 对 然后就是你其实心里是no 然后说yes 我觉得那后面才会有灾难 对所以就是搞不清楚谁 什么是拒绝什么是接受的人就很难共识 哦对对对对这个也要学啊真的 就是没有没有学校也没有教我们什么是接受 什么是拒绝这样子 这个太重要了 学校只有告诉你不可以拒绝跟什么是不可以接受 哦对对对 没错 哎这样我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不是跟我家人去花冬旅行吗 然后要结束的前天晚上我就想说我就问我妈说妈那你下次还会想来这样的旅行吗 然后他就说夏天来太热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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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可是他整个过程他是开心的 哇哦 所以我的飞我觉得他所有的过程中的飞语言 好浓缩哦 所有过程中的飞语言他是会享受的 可是他只说这样我就两个 我真的很讨厌我也会两个 这句话的翻译就是想可是夏天好热 所以我想要夏天然后又不热 可不可以让我就是享受美景但是又又又爽爽的 但我知道全球暖化所以不可以 然后冬天我也想来冬天来就不好玩 所以我想但是我没办法 哦哎那我比较了解我妈 其实我知道他的意思他就是他想但是他不要夏天来 他春秋冬来都可以 可是我就会很生气 我想说为什么我要帮你翻译这么多 你多讲点会死哦 对你不能说很好玩但很热 那春天秋天冬天来我都OK 因为我其实是蛮积极的 我觉得我可以做个调查 然后下次再安排议试 我完全OK 你妈妈可能也会想说你干嘛那么积极 没有 你干嘛问我 不是没有他说我的飞语言真的没有 可是你说相处烦不烦就是平常相处不说 问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讲说 对对对 他也没说要或不要我只是我就是会 就是这个真的烦跳极回答的感觉 有一种你应该懂我才对啊 你应该懂我才对这种情形 对对 然后我就要解释给他听你这样回答 我怎么知道你是春天想 春天也不想秋天也不想冬天也不想的 但其实我知道因为我相处够久 可是我就我为什么要帮你翻译啊 这样 而且你刚刚那种讲就是我的话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说 你明明就是很喜欢 但是你就是嘴贱想要稍微扣一点分 你下次下次我约你你还是会夏天来 非要不要就是把我称赞的那么完美 我可能就会这样想 也就是说这种人当老板会超级烦 这种人如果当下属的话 我会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哪里有趣 我如果是老板然后问问你说 大家觉得这次员工里面怎么样啊 去化妆怎么样啊 然后员工说 那个Winnie说什么 夏天来太热了 他说夏天来太热 我就说好 那我们下次就冬天去啰 那很好啊 这是我妈要的 对那或者是我就说 我可能第二个选项就说 那你回答我好不好玩吗 第三个就说好 那我们下次不要办 起模板 我就是起模板 就是夏天太热 好那不要办嘛 我们就是放假吹冷气 真的这种人真的很不讨喜 我觉得很累 可是我觉得这种人很多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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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人就是很不喜欢讲话 讲得很直接 这个叫公主病 我变成了很多 所以因为我好几个女朋友都是这样 就是她们她会觉得说 我讲这样你应该要懂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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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全部讲给我听 对 全部讲就是很没面子 然后会显得我 很没面子 对对对 暴露自己是很没面子的一件事 然后暴露自己有需求 暴露自己脆弱 暴露自己需要什么什么什么 是没面子跟弱的一方 但我觉得有些人是要怎么讲 他就是其实他没有办法在当下就做决定 对对对 所以他就先回答一个 就是答非所问的东西这样 我觉得背后有很多原因造成这个回答 但是这样的回答真的听过很多 但背后很多 对对 很多很多 我觉得我妈就是她需要练沟通这样 就是她很容易得慕人这样 对对对 没有现在有时候像这种的 我就是会譬如说听到这样的回答 我的下一句可能就是说 请给我明确的回答 哈哈哈哈 因为如果她再不 她如果再不讲的话 我就要 我就要俩功 哈哈哈哈 我趁我还有 趁我还有点理性的时候说 麻烦给我明确的答复 还有另外一种是反问剧啊 这种也超级白的 啊 就是请去餐厅 然后说 因为每个座位 你就说 请问这边有人做吗 然后结果那个 我也会说 你有看到人吗 这 哈哈哈哈 对吧 用问剧回答问题 对 我没看到 所以可以做吗 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做吗 是啊 对啊 所以嘞 你眼瞎了吗 你没看到我有眼睛吗 哈哈哈 要烦烦啊 要烦烦啊 我没说啊 真的啊 很烦 对啊 好 那我在家里 现在是怎样 抱怨大会 抱怨大会 就勾勾响的问题 比如说 职场 职场上跟有高低位阶的 特别容易发生 但你如果是平行的 没有人敢这样讲 他敢这样讲就是要打架 哦 对啊 好 赵海铭你跟我讲说 没有只要再讲一个小小的 例如说 呃 那个导游他没有提供咖啡嘛 然后就说 大家来喝哦 然后就是坐在那边看风景一下 然后我妈就会来说 诶 你不要去敬咖啡哦 然后我妹也会来讲说 一模一样 诶 姐 你不喝咖啡吗 然后 坏一个语言 我就说 从哪里看出来 我不要去喝咖啡 可是他们可能会想说 因为他们也是那种 会别人邀他们才会 才想去的那种 所以他们会 想说你会不会也是这样 我要邀你一下 我就想说很多人在排队 我看一下风景 为什么有连两颗球 先帮他定义了 这样子 诶 我觉得有一些台湾人 对吃的东西 就是会有一种焦虑 诶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好像有吃的东西出现的话 就会 没话题 就会一直指向那个东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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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反问句 是用反问句 不是说 姐 来喝咖啡 姐 你喝咖啡吗 他们都说 一朵尿就想到 姐 你不喝咖啡吗 我想说 好想问 我不要喝咖啡 我懂我懂 真的是 这也会蛮令人俩功的 真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很坚 你你你 哈哈哈 我自求多福 哈哈哈 自求多福 对对对对 好的 我们最后是什么 最后就是说呢 最后经典的观众你要听哦 哈哈哈 是是他有预告 他首先是先预告说像 这种游戏 点子 拒绝接受这 这种游戏有很多用处 那他后面下一集会介绍 这些游戏这样子 嗯 那在生活当中 无趣的人呢 常常会觉得啊 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啊 只是偶然啊 偶然啊 可是呢 Kiss觉得说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 透过有意识的拒绝 或接受的模式 选择他们会遇到 什么样的世界 无销嫌不见啊 无销嫌变残了啊 就在我说天啊的时候 他就 他就给我了一个这个Q这样子 你没变了 所以并不得没变 我觉得这句话也太 太残酷了吧 真 我觉得还好 说的也太有道理了 哈哈哈 哎 我跟你说很多人遇到暴力情人 去心理师或什么那里 他们常常结论就是 这就是你选的啊 是啊 哈哈哈 这好 真的好残酷哦 对啊 这这个该怎么说呢 就是 这真的是在我生命中的 写实啊 蛤 什么时候 对啊 就是我的 我可以简单区分是 我的 大概在25岁以前 我的 我的人生都是 无趣的人生 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 就是 刚好啊 因为我是这样的家庭背景 我是这样的个性 所以我一定是注定是一个无趣的人生 这样子 嗯 然后 然后后来 25岁之后就是开始做戏剧 做 做即兴剧 然后 因为即兴剧对 呃 练习对什么是 in say yes 对 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是 in say yes 然后我生活就变越来越有趣 哦 哦 ok 我觉得他就很回应 他说现实中 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 透过意识去拒绝跟接受 那如果你觉得你生活太有趣了 有趣的想休息一下 你就试试看嘛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 就是开始对比较多的事情 say no 去拒绝 哦 你就会越来越无趣哦 哈哈哈哈 对啊 就是反正我觉得他就在讲说你 你对于 拒绝跟接受的这个意识的程度 其实就是决定了 对啊 你的人生 这个很 有一部金凯瑞的电影啊 Yes Man啊 嗯 那个没问题先生 对啊 他就是这样啊 就是他一开始的人生就超级无趣 超级黑白啊 然后后来他有一天就看了一张海报 去了一个直销大会 对 然后直销大会就告诉他说 你要对什么事情就say yes 包含帮老太太口交 是老太太帮他口交 老太太想帮他口交 然后他say yes 这样子 然后他就招 他这个人生就开始变得非常的 曲折离情 然后很有趣这样子 嗯 是 那好 Kiss呢 就是说有一个学生就不同意 他这样说嘛 他说 啊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啊 有时候你会受到周围的人的摆布 Kiss就回答说 你避开他们了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他对摆布say yes 是啊 对啊 对对对对对 天啊 最后这一段真的也应该 麻烦大家去把它找来抄在你的笔记本上 这一段话完全就是现在年轻人会看到的名音啊 就是对于工作的关系 我建议辞职 对于感情的关系 我一切我一切我一律建议分手 对于婚姻的问题我一律建议离婚 对于人生的问题我一律建议自杀 可是不是啊 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说 就你就算去自杀去离婚去分手 但是如果你还是对于自己的接受拒绝的模式 没有意识的话 这个东西一定会再回来找你 我觉得Kiss应该就是在讲这样啊 这个模式就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 说实在就是这样 心理学也有 心理学就是我们上 天啊 我们上次有讲一个心理惯性 前几集讲了 就是指生物在面对社会性的事 他会形成一种惯性 然后这种惯性可以节省他的心智上的成本 哦 比较省力 对比较省力去改变这种惯性会劳心劳力 就比如说错误的关系啊 不舒服的职场 或者是任何任何任何的 然后一个只要一个pattern 一个模式形成了 欺负跟被欺负被打打跟被打 这个模式一旦形成要去改变它是一件 这个回路形成是 费力的 对 这个回路是费力的事情 关系中个人中也是 假如说我今天 已经习惯了当一个被压榨的人 那我就会很难想象 我今天如果脱离这个工作关系 我不被压榨了 我能干嘛 我会慌 这也太可怕了 对对对对 好的 总之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内容 好 大家有什么一句话总结一下 这个接受与拒绝的最后 就是 我觉得看了最后一段 我觉得我是觉得看了最后一段之后就觉得 要怎么讲呢 就是 就是 好像舞台上的那些都不是很重要 最重要的还是真实真实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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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现在我心情有点那个奇妙 就是好像进入一种宗教 但是是平静啊 就是有一种跳更高来看 就是觉得 哎 就是你 刚那个你们的对话 就是要学的 要让你学的 就是 你就 你就是得经历 你就是 得去学 不然他就是会随时再 回来找你这样 所以现在心情有种 平静又复杂的感觉 好的 这个回圈 好 賴剑德要讲过 还好我有剑骨啊 我也有 我就发现这件事 对王思维来说好像很难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 他就会是会说 可是我你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活 你会知道 他的摆布 我 我不知道 可是你有小孩你有婚姻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啊 可是他们会这样看我 这样看我 这样之类类类 啊哈 点点点 这是 好 那我们就来 咕口号结束这一集 好了 好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好的 那我们就来 咕口号 极性主义 有意思是everything 极性主义 沟通很极性 极性主义 建古中心 待会 好 ahi